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30日,甚囂塵尚,据新华社的报道,下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第65次委员长会议, 在6月28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去審议即将推出的法例,废话,即将推出的当然是应该的,你计算之前的会就没有过,今次28至30加会,作势就一定要过的了, 还有,你见到呢,他又轻轻轻轻轻轻,有些消息就传出来了,今次的会就由这个栗战书去主持的, 你见到是一条龙服务来的,还有呢,是志在必得,是这个叫做什么呢,法例上的攻坚, 知不知什么叫做攻坚,即是他觉得都有一些难度的,但是呢,他就跨过了这个难度,直了你只居,所以就叫做攻坚, 还有你见他这几天,在那不公布那些条文细质,那梁爱斯就说,其实他是说了真相出来的,他说些什么呢,他就说, 如果审议其中一条的时候,每一条都要辩论,还需要立的,所以那些条文就遮住了, 甚至乎真玉成那些都有反映到,喂,你这么搞,就是搞眼来的,真玉成搞的,这些算是轻微反对意见,有辣有不辣, 但是其实呢,不公布这个条文细质,原因就是因为7月1号这个日子, 结合了,你看到他7月1号的时候,直接发了这个反对通知书,就不是不反对, 反对这个民阵,那就举行这个游行各样,那当然啦, 林梓杰好像说,会提请这个复核嘛,不过又一定不过的啦, 现在那个是谁啊,张举能嘛,是不会容许游行的出现的, 那还有6月28号都示范了给你看的啦,就是拉了一条线出来,那条线里面呢,就是结界来的啦, 那里面那些,无论关事不关事那些,全部都会拘捕啊,有个爸爸就被人拘捕了咯, 啊,就是在挂妈和那个儿子面前,有个爸爸喝茶的咯,就是应该路过那样,啊,就被人拘捕了上车啦, 那来着呢,你会见到呢,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说啦,他很快啊,就会铺天盖地地宣传这件事的啦, 就是我大概都猜到,我不知道啦,又或者我登了,那就是说呢,他应该会说, 今次的7月1号啊,加上推行这个法案的时候,这个法案呢,就是强而有力,能够令香港更加稳定,更加繁荣, 所以将建宗啊,陈茂波那些都跳出来,啊,一个个繁荣,稳定,安定,向上,大湾区万岁,啊,再加上给多一点点愿景你,啊,这个, 一个M无人事的关内基金,和西南边呢,那个小岛,就是,他令我想起芝麻湾的,其实,你会见到是整个package来的,整个package来的,整个package来的, 就是说呢,7月1号,经过这个,圣上的英明领导之下,啊,那就推行这个法案,然后呢,就令到香港人心再次回归,啊,这个就叫做什么呢? 行得通,办得道得人心,那所以呢,7月1号之后啊,啊,今次可以说是,香港的第二次回归,啊,那如果他每年呢,都加条法案, 如果他回归上去的时候呢,就是你知道啦,那个附件可以不断塞些东西进去的嘛,那于是乎呢,可能会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啊,很多次的回归的哦,回归很多次啊,慢慢修订这样,就是其实好像那些,花黄那样啊,那些杂草重新各样啊,那他就剪啊剪啊剪啊剪下,收纸到好像他那样的,那个模样那样咯,啊,这些什么来的? 很明显就是clone来的啦,多利羊来的啦,那当然,整个东西其实啊,全部都是抄至这个新加坡的,因为呢,在这个地方, 这个圣上的眼中,啊,他就需要一个新加坡的而已,他不需要一个香港,他就是需要一个新加坡的而已,新加坡就大过澳门,他就是需要一个新加坡的而已,意思就是这样啦,那帝市呢,就是,是不容许有任何反对声音的,而新加坡那边当然呢,他又自己埋位啦,那所以呢,那他又合理的哦,就是你至少做齐,你应该做的东西嘛,那但是香港的情况是什么呢? 你大概都猜到的啦,那这里,屯门居民呢,就抗议这个景基地,啊,就是那个基地那里呢,就有不明气体的泄楼,这个是10月30号时候的事啊,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在这个警方的大兴行动基地,那于是乎呢,有人就走去抗议啦,那但是呢,警方方面呢,就将他们驱伤, 还有呢,之后就走了进去那里,叫做这个邵軒院日生角,就是你见到那幅画面呢,全部居民呢,要跪地,普通,接受调查的哦,那当晚呢,就拘捕了52个人,隔了半年之后,就是4月底了,那就控告其中里面8个人,就说有那些攻击性武器,啊,应该可能是观星笔的啊,那然后,6月29号时候,啊,最新啦,那又再落多个charge,控告其中18人,计算了呢,总共就26个人, 即将呢,就会在这个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那还有呢,再加控多一条,禁蒙面法,哇,真是乱乱来的啊,现在,就是一个人可以同时犯N那么多条的啊,这条不入,就那条入,所以你见到了,就是帝市,啊,他有些什么,洩漏气体啊,地铁出轨啊,诸如此类那些,啊,如果你这样多几句说话的时候呢,是会损害到这个国家安全的,所以我不太明白的,有些什么人是会买屋住的呢,就是你买完的时候, 哇,大佬,你大喇喇,几百万,买层楼过去,跟着他跟你说,哦,旁边呢,就是原来又建了一些不知什么,你不要以为呢,比较建制就没事哦,之前你记不记得有个人叫什么名字啊,那个方角生的嘛,哇,你带人去将军澳那头,在那反对,不要建那些什么,不要建那些什么,厌占声器,又说那些垃圾车呢,就没有盖啊,这样那样,那到时呢,喂,可能找个方角安来找你的哦,但其实你只是反对起那个堆田区那样的意思而已,就是, 啊,所以你还敢买楼吗,你最多不是租,那你租完的时候,哇,大佬,原来有一些这样的东西的,那你是像方角山那样,走上街去反对吗,啊,到时呢,就触犯国家安全的了哦,所以大部分人会怎样啊,那就租住先哦,一有不对路,那就租另一间哦,几天都不跟你签了,怎么敢签啊,大佬,那还有啊,我就不明白了,你做的那些案揭呢,就做几十年了哦,所以大部分人会怎样啊,那就租住先哦,一有不对路,那就租另一间哦,几天都不跟你签了,怎么敢签啊,大佬,那还有啊,我就不明白了,你做的那些案揭呢 那你做几十年案揭,你肯定陈楼啊,供完几十年之后是你的啊,那还有你肯定啊,那几十年里面,你买那陈楼会没什么发生,这么有信心的,所有的东西其实是建基于信心之上的哦,但是我见到的所谓的信心,就是你戴上一副眼镜看啊,你戴上一副眼镜的时候就是信心,戴上一副眼镜看真一点的时候呢,哇,原来是海沙来的哦,你不是建筑在信心之上,你是建筑在海沙之上,那还有你见到了,最近杨准红那些,这个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记住在海沙之上,那还有你见到了,最近� 你看到有些小学那些教材啊,哇,真是吓死你啊,但是我又明白哦,就是如果你的小孩还小的时候呢,你可以带他去哪里呢,如果你说去英国那些小学,他的英文水平不知道行不行哦,那不过没有的,有些呢,就是有些家长啊,甚至乎是给Extra money的哦,啊,他愿意呢,spend more,给多些钱,让小孩在一个全英语的环境下面呢,就学习的哦,不过是不是就是全英语呢,可以跟你说就不是的,如果你是去欧洲或者英国那些呢,如果我没有记住, 好似除了英文之外,你要take多几个language的,那就没有中文哦,sorry,那所以他要take的language,可能是学一下一些法文啦,西班牙文啦,这些就比较多人用一点,法文就不是的,西班牙文就多人用一点啦,那还有你见到这个林郑月娥呢,似乎是给了几千万去做宣传的哦,这些叫什么呀,臭味伤头了,啊,那个沙地阿拉伯啊,之前有一宗重口味案件的嘛,捉了个记者入市馆里面了,那跟着呢,就七剑夏天山了哦,而他拼了 那间公关公司啊,就是没有人肯接了嘛,很多公司都不肯,刚巧得这么巧,帮那个沙地阿拉伯啊,去粉饰这件事的那间公司呢,就被他看中了了哦,哇,他真是够重口味啊,但是我不明白的,就是如果你一间公司来说呢,全部摆了钱来promotion department,给了好多钱下去搞宣传,我会问的是你宣传的那只product是什么咯,就是例如啊,刚才说的那个大兴行动基地那件事,你又在那里泄漏了那些气体各样哦,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隔离啊,就是大兴行动基地,隔离有栋楼的时候呢,我想sale哦,就是有栋一栋楼,那有发展商想sale哦哦,那我可以用些什么公关公司,那个公关公司会用些什么策略去sale这栋楼呢?是不是好像九品芝麻官里面呢,就是这个周星池,啊,那就拿了条龙底环啊,然后走来索两索,闻一闻,好精神,索一索,书筋活摞,那跟着就走个八王爷出来,啊,然后跟他说,皇上已经嫁崩了啦,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皇上还要索多几东西哦,跟着,那然后就跟他在耳边,那这件事历史都有记载的,就是童子突然之间就不见了人,相传就是因为呢,沉花问楼,然后就染上了那些叫什么啊,就是有些人呢,就在这里说这个童子呢,是因为沉花问楼,所以才染病的,不过根据这个翁童苏日记,和这个万岁爷用药进药底堡,那你结合回病情呢,就应该是天花来的,那不知为什么, 那时候呢,清朝的皇帝呢,很多都是因为天花,然后嫁崩的啊,那但是九品芝麻官的剧情呢,就采纳了那个野史的,那我想那时候那些人呢,就是可能对清朝的统治有点不满,那所以呢,就作哩作路啦,那同志本身的人呢,可能有扭习,那这件事呢,就不出奇,因为慈禧太后呢,对于同志皇帝那个婚姻生活各样呢,经常还家干涉的,包括对干水帝都是,就是迫害过这个真妃,那这件事呢,就不出奇,因为慈禧太后呢,对于同志皇帝那个婚姻生活各样呢,经常还家干涉的,包括对干水帝都是,就是�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想因为,如果你有看过农遇太后那一幅照,慈禧太后呢,就非常喜欢这些这样的人的,那问题就是,她的儿子啊,孙子那些呢,哇,这么恶,怎么办啊,那为什么慈禧是很喜欢这类这样的人呢,很控制的嘛,你看看已经自然听契松的了,那那说回正题先,就是你那个公关可以怎么做呢,就是你在那里泄漏不明气体,那然后呢,就要我跟你宣传到那栋楼怎么办啊, 问一问好精神,索一索书筋活络,怎么办啊,那所以你最多都只不过啊,可以跟她租生约,那这个月啊,哇,大佬,原来住了一个这样的地方,那于是乎,没办法啦,那你就签生约,跟着一个月通知,那就搬的啦,那所以帝时啊,什么公司最好赚啊,可能搬屋公司最好赚啊,那当然啦,如果不是行行下,被人画了结界,跟着要给保释金的话呢,那我刚才说的东西才生效啊,如果不是公司的成本很重的嘛, 无端端又有非法集结,喂,我不知道那地方有事而已,对不对嘛,那所以你看到呢,铺天盖地的宣传呢,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宣传这个7月1号,是二次回归,原因就是因为皇上英明,半岁万万岁,啊,那就有这个新的法案落实,那然后呢,就变成一只单金蛋的鸡,啊,那就是这个新加坡,新加坡第二,那这次就不是东斯校贫啦,就是东边的新加坡啊,这次是,所以是东坡 所以知道一样东西哦,这条法案推行之后啊,短期间呢,他是想着短期间压了下去,那就没事的嘛,那但是如果你看回中期的趋势,长期的趋势,就是不会有人走来做生意的哦,你的地方这么不安全,我指的不安全呢,是那种新加坡式的不安全,就不是讲市面上那种不安宁,那些叫不安宁,就不是不安全,都是那句啦,尖沙咀的钟楼啊,就是现在呢,那个钟,每天都不安宁,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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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安宁,那 每天就跟你都不敌了,没什么事,就少点出街链 anticip不消费,那我不让人做什么做什么啦,即是,纯粹是,啊,就要搜寻一下,多少少那些,第二国家的生活环境资讯,就是你自己不搜寻呀,那种那list的男生,你自己不搜寻啊,那种子女各样,就是你有下一代了,你都要开始ệ Q4 啦,因为你要知道哦,在学校里面呢,无关之一个效得给一些少仙队捉了出来的时候,喂,对小朋友,这样对那种小朋友的健康不是很好, podONG 5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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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60 6 00 6 16 00 5 5 6 00 6 00 7 ま 00 7 00 你怎样教导他 什么为之正确 什么为之错误呢 如果你有看这个巧克力掌门人 里面就有几只剂东西 可以这样跟你说 如果那些小朋友得不到正确的教育呢 长大之后都是一只只发骨龙来的 所以都是孔子说那句啦 凡事遇之立不遇之废 准备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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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啊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你在一个地方那里生活啊 什么都好 你都是视乎你那个人工啊 工作啊 危机各样的嘛 就是你份工如果很危险的时候啊 很难做下去的嘛 我指真正那些危险啊 political risk啊 就是大佬 我做那些可能刺针的而已 无端端啊 就是可能有个头盔锁匙扣这样 然后又被人上线上线 我的技术啊 你说我抽得不好 又或者不合乎专业标准的时候啊 你又可以投诉啊 谁知道你投诉的是什么啊 哦 你不喜欢我的锁匙扣 原来是这样样的 但是 这么说啦 大部分人都是那些什么心态啊 骑牛找马心态 不过今次呢 骑着这只呢 是短期的牛 在找着那只呢 是长期的马 就是你没理由 那几个月人工不斗了他嘛 那只不过 你懸弱了 那就走啦 你做不到下去了 那就走啦 滴答滴答 我又记得王飞鸿里面呢 其中六号冬啊 啊 以及这个孙文里面其中一幕呢 就是孙文在那里赶火车啊 是不是啊 那整天找个驼标出来啊 啊 那就对时间 哇 驼标都挺帮的啊 可能迟下真的要买个驼标 是不是啊 有没有人有这么重口味的嗜好啊 什么叫重口味的嗜好啊 喂 大佬 你靠单 为了一件好的东西靠单就说 就是例如你年尾的时候啊 去时代广场倒数 那你就靠单咯 但是今次这次 你那个靠单 靠单完之后呢 就不是明天会更好啊 而是那五个矫野在那里再出发啊 大佬 灰蒙蒙的天空 啊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本不想要洋人的命 此前还一直为伯仲臣的意思 等待他们的改回 可我等来了什么呀 没臣无能 万死不能辞其咎 无能不能辞其咎 无能不能辞其咎 万死不能辞其咎 你能死有什么用 不要洋人死 向洋鬼子全战 打 向洋鬼子全战 打 甲午年间 面对日本一个罪儿小国 我打清败了 如今 面对的是西洋十一个国家 开战 开战 更衣 你疯了 疯了 疯了 秦宝宝 回来 回去 是 华上说了 咱们打不过 这就是说呢 打了 就是个死 可不打 也是个死 让人打死 总得让人吓死的好 至少死的光彩 奉天成运 皇帝赵月 洋人欺我太甚 竟知国之将亡 与其苟且图存 夷修患 何若大张踏法 一决雌雄 朕 今日庄严宣誓 向英姬立国 开战 向法兰西国 开战 向美利坚国 开战 向德意志国 开战 向俄罗斯国 开战 向意大利国 开战 向奥地利国 开战 向日本国 开战 清辞 这是伪诏 太后何等圣名 其会发出如此诏书 向八个国家同时开战 其会如此的愚蠢 伪诏 这一定是伪诏 我梁广 绝不奉道 秀帅秀什么 伪诏 当然是伪诏 我胡广 中文字幕——YK